1982年7月18日 黃尖比滿分 顧家暉扣一分 梅艷芳參加第一屆新秀奪冠 1982年 無線和華星唱片合辦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 18歲的梅艷芳和姐姐梅愛芳 一起報名參加 但梅愛芳最終落選 7月18日 在利舞台舉行決賽 妹姐選唱徐小鳳的《風的季節》 《一鳴驚人》 扎下新秀冠軍 而亞軍就是韋爾山 貴軍是黃雨玲 評判黃尖給梅姐50分滿分 顧家暉只給49分 輝哥認為藝術沒有滿分 所以刻意扣了1分 梅姐自4歲開始 跟隨姐姐梅愛芳在麗園走廊演唱 她曾經說過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就是參加了新秀比賽 贏了之後 華星為梅姐錄製第一首歌曲《心寨》 及推出同名大碟 1983年 梅姐以《交出我的心》的日文版強吻之前 參加東京音樂節 榮獲亞洲特別獎及東京電視獎薯榮 同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 赤色梅艷芳 旋跡創下五百金銷量 專輯中的《赤的疑惑》及《交出我的心》 在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 榮獲十大勁歌金曲獎 梅姐自此展開了 中文字獎 中文字獎 凌一宮 中文字獎 國則等借放 中文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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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詳問 初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